大家好我是郭老師 專門教你學校不會教糟糕英文 今天我們一樣有一枝草一點路 一枝米 來替我們的嘉賓 謝謝你來訪 不會不會 很高興上免費的英文課 沒問題 問你一個問題 一枝米 你有什麼把妹 把妹嗎 就是遇到不認識的妹 對我們就講這種 不認識的喔 做台機要搭訕別人嗎 陌生搭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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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假如說會搭訕的話通常都是 酒吧 或者是 爬爬爬爬 對 那你的開場 開場白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少搭訕的人 但是假如說我會搭訕的話 我通常是問說 你是一個人嗎 要不要一起喝酒 之類的 小妞要喝酒嗎 嘿嘿 這個在英文就叫做 pick up line pick up pick up就是 pick up 撿起來 所以你就試著去把女生 撿起來 pick up起來 簡單點講就是撿失罵 那line就是 線叫做line 那我們常用通訊人員的訂閱叫line 可是也是 講出一句話就叫做一個line 所以就用一句話來搭訕女生 就叫做 pick up line 所以pick up line其實非常的多 嗯 我們講幾個 宅宅適合用的pick up line 其實 因為可能不是每一個男生都像你一樣 可以到酒吧裡面去 還可以去入獄得權 畢竟你長得比較帥 直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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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這個單元裡面 因為我們都是用英文嘛 所以呢 你的情境會變成就是 怎麼會去搭訕外國女生 所以 對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就是去搭訕外國女生 尤其是你可能搭訕那種看起來 比較窄一點的 比較浮一點的 他可能比較懂你的一些 我們在接下來介紹的這些句子裡面的 一些電玩梗之類的 好 所以我們試試看先來講一個 這句話叫做 If I were an NES cartridge Would you blow me? Cartridge 是卡帶吧? 欸?很厲害 Cartridge 是卡帶 是哪一家遊戲公司的遊戲機 有用卡帶的 最早期像任天堂的Gameboy 有紅白機 沒有錯 所以以前的紅白機遊戲 它的卡帶會因為卡灰層之類的 我們習慣用什麼方式 來讓它成功的插好 吹一下 這個老人等你都知道啊 把它拿起來 吹一下再插回去 A就會接觸的很好 就可以開機了 所以這句話剛剛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是一個 任天堂紅白機的 Cartridge 就是卡帶的話 Would you blow me? 會不會 吹一下 那blow這個字 我知道你懂了 可是可能我們 鏡頭前面觀眾很不懂 blow這個字其實就是 對 可是英文的口交 正好叫做 Train 女生對男生就叫做 blow blow job 所以再說一次 這句話叫做 If I wore an NES cartridge would you blow me? 所以開場牌就是請別人幫你 對你就直接上去問他說 如果我是任天堂卡帶的話 你也很好吃 如果翻成英文的話 我覺得很可以 你說翻成中文的話 翻成中文的話 翻成中文的話就是 就是有一種就是過去就是 欸你要不要把我吹 太誇張了吧 對 可是 我覺得 要是聽懂這個梗的女生 應該是會會輕音響 下一句呢 它裡面牽扯到的一個梗 或許我們可以先說一下 你知道 遊戲都有搖桿吧對不對 對 搖桿的英文 猜猜看是什麼 搖桿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欸 好沒關係 那 基本上桿之類的東西 我們大概叫 Stick Stick S T I C K 就棍子類的 Stick 這樣子 那 大電動是快樂的對不對 對 快樂有一些詞可以說 例如說像是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good time 如果我只要一個字呢 快樂 Happy 對不對 另外一個詞叫做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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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idn't enjoy 我真的非常喜歡你 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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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 舉一反三的一個 一個回應 因為 Enjoy這個詞 的確就享受 那後面的Joy 就真的是快樂的意思 OK 所以Enjoy 就的確有快樂的遺憾 在裡面沒有錯 所以Joy就是快樂 打電動是快樂的 所以Joy加Stick 和在一起 就是搖桿的其實 Joystick Joystick 那Stick我只想到 滾棒類的 我一開始以為 就是Stick 就是在講 男生的電話 我的確是 我們接下來要講這個 還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還真的是嗎 可是你看 像玩那種飛機遊戲的 不是就那種 操作桿就長這個樣子嗎 對對對 啊這不就是一根桿子嗎 所以其實跟男生的器官 好像也沒有差太遠就是 是不是 好 所以Joystick就是搖桿總之 所以這句搖桿詞就是 先走上去問人家 就說 Is your name Joy? Because I want you to jump on my stick 你的名字是Joy嗎 因為Joy同時也是女子名 所以如果你的名字這樣 是Joy的話 這個好低俗 這個很低俗嗎 那女生聽到的 大概也是 就是 建議各位開口講之前 先看看自己的顏值 那我插一個題目的話 那假如說 像是汽車的那個 嗯 排檔桿 排檔桿 就叫Stink 那個就叫Stink 所以如果我跟你說 我是開手排車 就是 手排車 我就會說 I drive a stick 我開 Stick 不是開 我是那個 我開棍子的 對 I drive stick 所以我不是開 automatic automatic 就是自排車 這樣子 就只要放到底檔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 我們下一句說呢 因為 打遊戲的人 大概 手指頭應該都蠻靈巧的 對不對 對 OK 手指頭的英文叫 Fingers 所以你就可以上前對女生說 Don't worry baby I'm a gamer so you can trust me to be good with my fingers 手指很年巧 別擔心寶貝 我是個Gamer Gamer就 玩遊戲的人 你可以相信我 You can trust me to be good with my fingers 我的手指是很厲害的 呼呼呼咧 呼呼呼咧 那所以 Fingers 就是用手指做的事情 可以叫Finger job 這個 很好的舉例反散 但是 不需要job 就是Fingering 這樣子 Fingering 所以你或許一個女生 可以要求你說 你可以摸摸我的那邊嗎 Can you finger my Fingering 的確也就是 用手去玩家的意思 所以老子你為什麼要教我一些 就是 不是搭訕嗎 但是 我覺得 女生聽到以後會笑 老師 你不知道什麼叫人醜性騷擾 那笑了以後 可能這就是一個 我們稱這個叫做 打破 還有什麼 打破冰 破冰 破冰的一個 女生一笑 什麼都開了 同樣的概念吧 像我們 像什麼參加什麼救活 團團 活動之類的 不是都有過破冰的一個過程 對 玩遊戲啊 大家能夠先認識一下彼此 所以 我覺得 搭訕也是需要這樣的一個過程 否則的話 問人家說 一個人嗎 可不可以進了 可不可以進了 這個大概 絕大部分女生都已經聽到你了 所以 一開始就來點重險的讓他們 像阿威 好 我們下一句其實蠻簡單的 那你知道玩遊戲都會有 需要升級 會需要那個東西叫做 經驗值 經驗值 所以你可以 上去就跟女生說 誒 I need experience points Will you help me 我需要經驗值 就是 對 我需要經驗值 你願意幫我嗎 這樣 那 女生 如果是有在玩遊戲的 應該檢查檢體的 都幫我講 這個比較深欸 我也有點覺得 因為經驗這件事情 其實就非常的 你可以想像是 就是打電動 你也可以想像是 那是什麼狀態 也是這種經驗 對 那種經驗 他也就是 練等級 對對對 所以就是要選 邀請的時候 來跟你一起練等級 那老師 就是 因為我覺得 上面的東西 其實都很難講 出口 會比較 簡單 會比較容易 就是講出來 也不會害照 OK 也是有的 呃 因為最近 流行的一個遊戲的種類 就是那個 生存遊戲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有玩過類似的嗎 我們叫吃雞嗎 這種遊戲裡面 有一個特色 就是 它會有那種 空頭的資源 掉下來 對 你可以去補彈藥 或者是醫療品 這些 那這個東西 我們叫它 care package care care 就是 照顧 關心之類的 像醫療 健保 叫做 health care health 就是健康 健康的 什麼 照顧 照顧之類的 所以care package package就是一包東西 所以天上掉下來 就是care package 所以這句話呢 就是問一個女生說 are your care package because you must have fallen from heaven 你一定是從天堂上掉下來的 所以要是脫去了宅男的梗 它裡面的內容可能會換成你是天使嗎 因為從天堂掉下來 它就是把天使換成了care package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呢 稍微好一點 稍微好一點 至少沒有那麼髒了 這樣子 我們把樓蓋回來了 老師你終於發現樓歪掉了嗎 從歪的變紙 蓋回紙的 謝謝 很高興今天的一隻潮一點路 我們一起來把樓蓋回來 不是啦 四男人都有點玩了 我也覺得啦 你是玩哪邊 我是吊擺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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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驚訝 我們為什麼不要再彈下去 一樣 非常謝謝 這個一隻潮一點路 一粒米 我是一隻米 我們這個單元 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是帆老師